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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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演出啊 或者任何一个压力大的事情 还会让你这样 其实巡演的时候都会这个会受很多 因为巡演还是节奏比较紧张 而且大部分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因为饮食嘛 对中国人来讲 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 对我来讲啊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咱们正式开始是七点半 七点半 还早 明迪 现在因为演出之前 会那个 吃有什么特殊的食物 没有都不吃 没有中午吃完看就可以 然后那不是说 那个两个小时演出要有很大的 还好啊 没有什么 应该都早就习惯了 我就喝点水 就关口水啊 差不多 你从获奖之后 就有机会满世界的跑去巡演 你在国外的演出 西方观众 尤其是西方观众 因为本身这个钢琴 就是发生西方的嘛 就是西方观众 对于我们中国艺术家的接受 一定是发生了变化 对吗 比如说 在最开始 比如说演出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很多观众 根本不知道李云迪是何许人也 到现在你已经有很多的国际粉丝了 是不是这样 对 特别是能够让西方的这些观众 来认同一个 这个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个国家的人 或者去去诠释 他们的音乐 而且他们还去能够认同 去能够去喜爱 我觉得这是 让我自己感觉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作为中国人 那随着你自己的名声越来越大 你的地位越来越 被肯定和被瞩目 你觉得这种压力是越来越大呢 还是自己反倒觉得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坦然 承受力越来越强 承受力越来越强 是肯定的 这个是不断地在锻炼 因为你是本身就要接受着 社会的一种 这种挑剔的眼光来看待 因为如果当你成为一种榜样的时候 大家对你的期望更高 只有更高 不会更低的 大家觉得很多事情是当然的 是必然的 2000年一夜成名之后 李云迪成为了世界乐团的丑闻 来自全球各大唱片公司 和演出商人的邀约 如许片般涌来 人们开始竞相争抢 这位燃燃生气的新行物 但是在星光异异的生活背后 李云迪的内心却依然留恋着 以前作为普通人的 轻松平淡的生活 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 那你肯定也希望 在某些时候 也比如说回到家里 我肯定希望是能轻轻松松的 能放松的 能够好好地吃一顿饭 吃自己喜欢的菜 然后同时 不谈我自己事业 或者说工作上的事情 什么都不想想 只想听听音乐 喝喝茶 你要听音乐都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我喜欢听Jazz的一些简单的 不再听古典了 如果有兴趣我也会听 但是我会听古典的时候 我会是属于当成自己的爱好和工作 这样另外一个角度 是这个很认真的 带有分析的 这样去听 因为我不会是很轻松的 随意的 因为跟我这个关系太近了 就不会 角色后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肯定希望 甚至于听听收音广播 或者是这些 我就觉得很轻松 也让我期望一下 不同的状态 就像我要看电视的话 我要看访谈节目 就带着一种学习和分析的态度 所以我就 想轻松的时候 我就宁愿去选择 看那个特八卦的那种娱乐 特闹的娱乐节目 其实这个是一种 也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自然 人的一种 本能的一种调整的一种需要 因为为了更好地去 传播我自己喜爱的这个音乐 那我也需要这个放松的一个时候 那你现在每天还要练琴吗 基本上如果 也有不练的时候 因为如果特别这个 特别忙 因为现在可能旅途会耗费我很多 这个经历和时间 可能会更节俭一点 这个自己的经历 可能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局势信心满满 那么批评声 欢迎甚至于是 备受挑剔和备受争议的 你介意人们 每每就把你打出来和朗朗做比较 地球 接下来 第一个小时 就是你毕竟那个高度兴奋完两个小时 像那个运动员 还有主要是精神上 因为演出是感情的投入 好 讲真是消化 需要 好 可以了 那我自己待一家 这十年一路走来 可能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外在的变化 但对于你来说 一定是有很多更细腻的心理上的变化 你对音乐理解上的变化 十年前演奏肖邦和今天在演奏肖邦 你自己的理解上有什么不同 技法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其实肖邦他也是一个非常 对我来讲是我最崇拜的一个钢琴作曲家 因为肖邦一生都在创作钢琴作品 而且把他毕生的这个经历 都奉献给了这个钢琴上的88个剑 在19世纪那个时期 我觉得应该说他应该说算肖邦就等于钢琴了 其实就像大家理解 比如说一提到交响乐就想到贝多芬 贝多芬在交响乐的贡献就相当于 我觉得肖邦在钢琴上的一个贡献 我相信每一个不同的钢琴家 对肖邦的诠释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李云迪士的肖邦到底和别人有哪些不同 我个人认为其实首先我是一个中国人 中国的一个传统思想是儒家思想 儒家文化而且讲究中庸之道 就柔中带刚刚中带柔 这样的精髓我觉得很适合肖邦的这种诗意的音乐 其实肖邦的音乐很多我觉得如果不理解的人 可能单听肖邦音乐会觉得比较柔和 或者是一个给人一个简单的 就只是一个浪漫 但是其实深入了解肖邦 他音乐是非常激扬的 因为他的民族情节和爱国主义精神 他当时波兰的历史是非常特殊的 而且包括他的练习曲里面的 我在家园上经常演奏的这个革命练习曲 Revolution 他是有一种非常激扬的一种情绪 但他的这种激扬又渗透着一种天生的一种 可能他自身的一种性格特征的一种优雅 或者说一种委婉 而且他其实需要用比较柔和的方式来体现这种激扬的这种情绪 而把这种情绪不是单一的表象的这个直接展现出来 而且这也是我觉得在演奏肖邦 比如说理解肖邦最难的一处就是说 激扬你也不能过头 但是呢也不能也不能太柔 所以这个尺度的这个掌握分寸是很讲究的 有人说肖邦是李云迪的初恋 也是他永恒的恋人 如李云迪自己所说 演奏肖邦我是专一的 我会用一生去触摸肖邦的灵魂 他对肖邦的那份执着和热爱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在今年纪念肖邦诞辰200周年的音乐会上 波兰总统夫人握着他的手 连连称赞 你的肖邦太完美了 然而在鲜花和掌声的背后 李云迪也一直承受着不同的声音 这十年一路走来 你一直是信心满满的 有没有最开始 比如说在那些比较苛刻的 已经见识过很多大艺术家的西方观众面前 你内心会有忐忑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让你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遇到 对我来讲 比较直接的就是西方有各种各样的乐评 其实观众大家其实 有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还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其实一般都还是会非常满意 非常非常喜欢的 那我更看重有的时候是可能一些 专业乐评人的说法 专业乐评对你的一种看法和什么角度 或者他是以一个很正面的 还是一个其实是很挑剔的 或者说有些对我来讲 觉得是有点针对性的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你会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声 内心也会有波澜 会有肯定会有一些波动 因为你想是去解释呢 还是是怎么去说 其实本身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去聆听别人的演奏 我作为一个观众我也会喜欢这个 不喜欢这个 或者欣赏这个 不太就像口味一样 像吃这个吃饭一样 这个菜我是很感兴趣 这个菜我喜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个性化的 因为艺术本身就是很个性化的 那像评论说 我觉得他好像只会弹奏肖邦的音乐 为什么不去弹奏其他的 像这种波澜越来越 会越成长嘛 十年的会越来越小了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比如说 我去演奏肖邦 我是专业的 就好好的去 把它做到最好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因为我自己展现的 不是为了去展现 我会演奏很多很多这些作品 很多很多作曲家 这不是我的一个 purpose 我的 purpose是希望把这个做到最好 我就很满意了 你介意人们 每每就把你拿出来和朗朗做比较吗 我觉得现在一点都不介意 因为我 曾经介意过吗 也不介意 但没有去想 只是会听到很多人提到 但是当然对于我来讲 大部分时间还是都在演奏自己的这些音乐会啊 或者说自己做自己的这些事情 很少去仔细的去思考过 但我现在对我现在来觉得的话 我相信每一个这个专业 在同行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和自己的一个一个特征 比如说就像画家 有些喜欢画人像 有些喜欢画风景像 这个是其实从从概念上来讲 大家都可能有 甚至于欣赏的角度 自己所追寻的东西 目标有不一样的 然后大家 自作为一个欣赏者 去欣赏 这个我们所创造出来 给带给大家这种快乐 或者说幸福 我特别好奇一点 就是你在演出的过程中 最害怕什么事情发生 演奏的时候 当然最害怕就是没有休息好 因为需要 我需要一个充分的这个精力 因为两个小时的演奏 需要耗费很大的这个精神 而且你需要 百分之百的一种精神的集中 因为分毫的这种差子 都会出现一些 可能不太完美的东西 因为我又特别 我个人也是比较挑剔的 希望能够尽三尽美 特别音乐的表达上面 音乐的这种感情表达上面 那没有充足的这种精力 是很难调动你自己的这个思想 或者感情和情绪 因为演奏除了技术 你还有情绪 还有感情 那感情 不可能重复 有的时候你想 比如说就像我弹 弹一首这个乐曲 我经常参加 如果有些电视节目 在国外的时候 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 叫我弹三遍 弹四遍 这个从音乐艺术的角度 我不可能重复 我的感情三遍 就像如果我真的投入一个情绪 其实表演是有限的 如果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艺术来讲的话 三遍不可能完全一样 我也不可能做到 完全是一样的 这种投入情绪 包括怎么样把这段 音乐表现出那种意境 我只能就像酝酿 不可能太多 太多以后就就苍白了 你只会在想 接下来这个是怎么样 接下来 那就没有这个艺术 这种即兴和灵动的一些 天然的魅力就没有 就机械化了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电影演员 他们拍一个镜头 有的时候要十遍二十遍 说流泪 他就到第二十遍还得流泪 但是最伟大的演员 一遍就搞定 一两遍肯定搞定 不需要 一定不需要太多 但他已经全部运量好了 全部是一个完整的 就像画画 一笔画过去的 应该这是最完美 最珍贵的 你是那种录音的时候 一气呵成一遍过的 我会调整好所有的情绪 只让自己一遍 不会让自己想着 可以再来 可以再这样再剪 而且我觉得我很不喜欢剪 剪掉以后 我觉得情绪是不一样的 我不喜欢听到声音的 突然这里放进去 一段这里来 这里来一段 我甚至如果是有一点点小事物 我小小的这种 但是如果情绪和艺术上 它是完美的 那个没有问题 它是自然是真实的 哦 这样的 因为艺术本身就该是这样子 音乐更应该是这样 因为它是感情 感情就得是真实的 那如果不真实了 那没有 我觉得就不是了 还自己做饭吗 像自己吃得好 吃得开心 那一定要亲自东西 做七八个菜是没有问题 是吧 只可惜不知道 有谁有这个福分能吃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好朋友这些都可以来吃 不要跟我说好朋友 我问的是女朋友 你现在还打联邦球吗 现在少了 但是前段时间还打过一次 打过一次 看来真的是少了 没有这个环境 当时在学校里面 天天上课 下课时就可以 或者说朋友打平凡球 气氛不一样 现在要打 大概都找不到对手去打了 不是还得去 可能也得去什么场馆 去订个场馆 还要去那地方 太耗费时间了 没有这样的经历 还自己做饭吗 有的时候自己做 这个因为有这个兴趣 想自己吃得好 吃得开心 那一定要亲自动手 对啊 我那时候看你好像还专门介绍过 什么番茄炒蛋 什么的 还要怎么切 斜着切 侧着切的 回锅肉我也会做 据说回锅肉 会做好 回锅肉是可以达到厨师的水准 可以 我觉得做七八个菜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只可惜不知道有谁有这个福分能吃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好朋友这些都可以来吃 不要跟我说好朋友 我问的是女朋友 女朋友吧 适合话题我们就 得 你就把这个给我打猪在这了 好吧 不管是谁 希望那个 希望你除了自己的事业 很顺利能一步一步的 盘登新高峰 也希望你的生活能特别的享受 是的 因为有生活才会有事业 这是互动 这个是互相的 哪个放在第一位 对你来说 我觉得艺术对我来讲 就是源于生活的体验 很很 对我来讲很难分舍 很难分舍 因为没有生活的灵感 没有不会有艺术的灵感 因为它就是感情的表达 好 好 云迪大哥哥帅吗 嗯 爸爸一开始说是云迪叔叔 你说是云迪大哥哥是吧 嗯 今年五岁了 应该是观众里头最小的年龄 是吧 今天晚上可能她是最小的 因为她在五岁 身高有一点差一米二 给她扎了一个朝天冲 怕不让进场 好吧 谢谢 谢谢 那现在有一些 非常有才华 有潜力的年轻的演奏者 那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你如果真的是想去走职业的这条道路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想去走职业的 那就可以 那就一定要坚持 因为 要做好哪些准备 那得要有耐心 要耐得住寂寞 那也不能 不能太急功近利 这个怎么讲 这个因为 首先艺术如果真的是要做好的话 首先就不能直接抱着 这样急功近利的一个心态 只需要你的付出和你的耐心 我说的耐心就是说 你要舍得偷入时间 要舍得花这个时间 而花这个时间 你不能想结果 因为确实结果 有的时候先没有付出也想不到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信奉一句话叫出名要趁早 我觉得要看什么东西吧 我觉得艺术是没有这回事的 因为艺术是一个 艺术它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东西 你是创造永恒的价值 而不是创造意识的价值 那如果是为了创造意识的价值 那你大可不必做弹钢琴 可以去 还有很多选择 就不需要自己做音乐家 也或者不需要去做钢琴家 那如果是要做好 走这条道路的话 那没有一定的这个耐心 和一个坚持的话 那是可能是不太可能的 但你说耐得住寂寞 可能别的孩子们会说了 说李云迪你看 你出这个获奖之后 成名之后 你可以满世界的跑 你可以接触那么多的 不同的文化什么的 这怎么叫寂寞呢 你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 就是说这个耐得住寂寞 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的内心的 特别对你的专业的 这种沉淀和一种 这种坚持 全世界满世界跑 我是在传播着这个音乐 或者说我的一个演奏 但是我要历练这个演奏的 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非常孤独 和一个非常单一的 甚至于是 备受挑剔和备受争议的 我记得我问过 福松先生一句话 我问他说 音乐是不是你唯一 和这个世界沟通的语言 是不是你唯一的 情感宣泄渠道 他想了想说 他说他觉得是 他说他想象不出来 除了音乐 他还能干什么 虽然他告诉我 如果有下辈子 他不愿意再当一个钢琴家 他觉得太苦了 但是回过头来 他又说 不当我去干什么呢 我好像只爱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 是有回事吗 我很尊重 福松先生的这个讲法 其实很多感受 也会有一样 但我们这一代的社会 包括现在所出的时代 有所不同 不光是自己的一种 对音乐的热爱 还有更多的承担 但我之前一直参加 去推动音乐的历史 和这个历史衔接 和时代衔接的这个 传承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实际直通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